南非選民在投票站外排隊參與投票 被認為是對執政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考驗 非國大自從25年前結束種族隔離以來一直執政 巴基斯坦宗教聖地拉俠以外發生自殺炸彈爆炸 造成最少八死二十多人受傷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星期二 沒有事先宣布之下到訪北阿達 原因是據情報顯示伊朗在波斯灣附近的水域 發射短程彈道導彈 較中方制各星期二到北馬其頓進行了歷史性訪問 吸引了大約15,000 名信徒 前往斯科普利廣場參與中五的尼莎 英國薩塞克斯工作夫婦 亦即是哈利王子和梅根 在星期三向世界傳媒介紹他們的兒子 一個男嬰在星期一出生 在星期二至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